嗨,大班学朋友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完成道德作业本的练习 请你们拿出来这本书 然后翻到最后一页 32页 打开了吗? 这个我们也要复习像上策学的一样 要复习道德课 谁棒的我们要把它打勾勾 不棒的打叉叉 我们看第一个的 他们在教室里面一起打扫教室 有的插白板,插窗户,有的扫地 棒还是不棒? 当然棒 我们把它画勾勾 下一个 他们三个人要上校车 他们要回家 上校车 上校车的时候 然后呢,这个小朋友 突然从后面 冲 冲 赶快的 要上校车 不遵守规则 这样子棒不棒呀? 当然不棒 知道吗?老师说了 我们要学会遵守规则 那我们要打勾勾还是要打叉叉呢? 打叉叉 很棒 然后下一个 这个女孩子呢 你们看 这里有很多钱 他把钱存在这里 存钱灌 存钱灌这大象的 是吗? 很棒哦 他把所有的钱存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这样呀? 那表示这个女孩子呢 学会存钱 很棒哦? 好 所以我们把它打勾勾 good good girl 好,下一个 这个男孩呢 他在做什么呢? 他把水龙头关好 可能他在洗手 然后洗手好了呢 他赶快把水龙头关起来 把它关好 那他有节省用水 是吧? 这个男孩 男孩子呢 会节省用水 当然很棒啦 那我们就打勾勾 very good 然后下一个 诶 这个男孩呢 他在生日会 然后他拿了很多食物 好吃的食物 好吃的食物 你看 在手上拿着很多很多食物 这样子 棒不棒呀 当然 不棒 不棒 是吗? 那我们就打 叉叉 叨叨 no no 嗯 不是这样子的 是说了 是吗? 我们不可以 培养这样的行为 这是不棒的 ok 然后就一个 你看这个男孩子呢 他在做什么呢? 在刷牙 睡觉之前 他自己刷 自己刷自己的牙齿 很棒哦 旁边也没有妈妈 帮他刷牙 因为他长大了 那我们就把它打勾勾 very good ok 那小朋友 我们完成 完成好了吗? 哈 所以今天的练习 就做到这里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